伴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一辆民用轿车撞上了运送装有军事实验品的特殊车辆,突发紧急状况,车队队长赶紧向上级汇报,并申请直升机支援把集装箱拖运回去,不曾想对方一得知此消息,语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他告诉队长不要管实验品,立马带队撤离现场,正当他们说话的时候,集装箱里突然冲出来一个行动敏捷,攻击力极强的丧尸王,他快速冲到士兵面前展开疯狂屠杀。 队长确实不妙,急忙带着一名士兵逃跑,直到跑得气喘吁吁才停了下来,本以为甩掉了怪物,却不想对方是在玩猫抓老鼠的游戏,随后丧尸王突然从士兵身后出现将他杀死,队长见状开枪射击,不料丧尸王居然能躲开子弹,最终队长也命丧当场,很快之前死去的士兵以一种奇怪的姿势从地上爬了起来,他们受到丧尸病毒的感染,成了见人就咬的嗜血丧尸,接着在丧尸王的带领下,丧尸们冲进了灯 火通明的拉斯维加斯市,一时间整座城市里到处充斥着凄惨的叫声,丧尸病毒也在里面快速蔓延,一传一,十传十,没过多久,拉斯维加斯沦陷成为丧尸地,美国政府及时响应出动军队进行质押,可结果却并不乐观,这群丧尸跟普通丧尸不一样,他们不光行动敏捷,反应迅速惊人,就连行动都有智商极高的丧尸王指挥,军队根本打不过,无奈之下,美国政府只好在拉斯维加斯周围建设高高的围墙,把� 他们跑出去祸害别的城市,而拉斯维加斯的幸存者们都被政府统一安排在围墙外的隔离营里,但隔离营的民众生活过得很不如意,因为负责看管的士兵们拥有任意开伙权,所以只要他们觉得你感染了病毒,就可以直接开枪,在这里想要活下去且过得好一些,就需要拿钱来孝敬这群祖宗,没有钱他们就只能冒险潜入满是丧尸的城区里弄钱,但最近政府的一则新闻却迫使大批隔离人员不得不去城里找钱,原来政府为了彻底消灭拉斯维加斯的丧尸, 决定往这里投放一枚低荡量的战术核弹,虽然隔离营里并没有被丧尸感染的迹象,但为了保险起见,政府还是决定将其一起炸毁,这时隔离营的士兵们暗中出价做起了生意,投放核弹前带一个人出营需要支付5000美元,另一边我们的男主斯科特是一名汉堡店的厨师,别看斯科特现在是名厨师,可在几个月前他可是把美国国防部长从丧尸堆里解救出来的战斗英雄,至于现在为何沦落为一名小小的厨师,咱也不知道,这天一位眼带墨镜 梳着大背头的日本男人来找到斯科特,此人名叫山北伊郎,是拉斯维加斯最大赌场的幕后老板,此次来找斯科特是想请他组建一支作战小队,帮忙把赌场金库里的2亿美元现金带出来,由于政府要投放核弹,格里营和围墙周围的兵力被抽走了一大半,所以这时候的防卫相对薄弱,非常适合潜入进去把钱拿出来,事成后,斯科特跟他的小队将分得5000万的酬劳,斯科特经过一夜的思考,决定接下这次危险的任务,想要把赚来的钱留给自己在格里营里做支� 让他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紧跟着,斯科特就开始组建自己的队伍,怕新人不听指挥,导致出现不必要的伤亡,斯科特决定召集之前解救国防部长的那批老队员,等找到几人时,发现他们的生活都过得很糟,当听到那么高的酬劳,都直接答应下来,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小队成员,在修车厂工作的玛丽亚,疗养院工人范德罗,直升机驾驶员皮特斯,拍摄丧尸视频爱好者麦基和钱博斯,最后是负责打开特制保险柜的锁 主将狄特,他们虽然都不是军人出身,可手上的功夫和杀丧尸的本领一点也不差,小队组建完毕,斯科特带着众人找到山本一郎,拿到了赌场的布局图和撤离路线,根据山本一郎所说,赌场的天台上有一架废弃的救援直升机,完成任务后可以开着他离开拉斯维加斯,至于怎么进城里去,需要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同时山本一郎还让他的安保队长杰克参与此次行动,众人一看就明白,杰克是负责监视的,带一切准备就去,一行人携� 带好装备出发了,为了能顺利进到城里,斯科特找到自己的女儿艾拉,在他的帮助下,小队来到了围墙外的格力营,但想要平安进去,还需要一个当地向导指引方向,于是小队中又增加了一位新成员,此人名叫娇郎,专门从格力营带人进城里搜索钱财,由于此次任务太过危险,斯科特并不打算带艾拉前去,只是让他在外面等待,没想到艾拉走后没多久,又突然情绪激动的折返回来,原来艾拉住在格力营里的好朋友吉塔,为了弄钱把自己 的孩子送出格力营,便找娇郎帮忙把他带进城里,在艾拉的质问之下,娇郎承认,昨天晚上是带了三个女人进了城,至于现在是生是死,他也不知道,艾拉听完说什么都要跟着进去找人,虽然斯科特并不同意,但是架不住艾拉的坚持,最终只能答应下来,不过他警告艾拉,需要全程听指挥,绝对不能擅自行动,这时娇郎看向营地的一位士兵炮灰哥,表示小队需要他,众人并不知道用意是什么,却也没有过多阻拦,最终娇郎以两万美元的价格, 诱骗炮灰哥加入小队,随后一行人在骄郎的带领下穿过一条岸道来到城里,发现这里一片狼藉,遍地都是人类的骇骨,恐怖至极,继续往前走,众人遇到一只巡逻的丧尸老虎,好在大伙及时躲起来并没有被发现,等丧尸老虎走后,骄郎告诉几人,现在这里的丧尸,有一部分被丧尸王转化成了行动缅捷的亡灵丧尸,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领地意识,换句话说,拉斯维加斯就相当于是他们的领地,斯科 他要想平安抵达赌场,不受亡灵丧尸们的攻击,就需要献祭一份见面礼,以示顺服,说话间,骄郎把枪射向炮灰哥将其打倒,到了现在众人终于明白,骄郎坚持带上炮灰哥的原因了,就是为了把他献祭给亡灵丧尸们,而炮灰哥也不是啥好人,仗着自己的身份在格力营无恶不作,骄郎早就看他不爽了,众人在听说炮灰哥的种种恶行后,没有一个人选择上前救他,没过多久,亡灵的丧尸女王带着手下从远� 肥奔而来,拖走了地上的炮灰哥,看起来像是同意了斯科特他们在城里活动,而杰克看到丧尸女王时,眼神中却表露出别样的情绪,埃拉拿出望远镜,看到炮灰哥被丧尸女王拖进了奥林匹斯酒店,据骄郎所说,被亡灵丧尸抓走的人都会被带到那里,然后被咬伤,转化为行动敏捷的亡灵丧尸,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此刻,丧尸王正站在城中的自由女神像上注视着这一切,见斯科特这么守规矩,也就没有发动攻击,丧 丧尸王来到奥林匹斯酒店,亡灵丧尸们见状,光光静静地让开一条路,丧尸王上前咬了炮灰哥第一口,接着众多亡灵丧尸才敢下口品尝美味,而此时的埃拉却和斯科特起了争执,她想去奥林匹斯酒店寻找吉他却遭到拒绝,现在距离核弹发射还有34个小时,时间上十分充裕,先去赌场完成任务,再去找人也来得及,见斯科特的态度如此坚决,埃拉被迫只能同意,不过小队在前往赌场的路上,需要穿过一条黑 冬眠丧尸,没错,你没听错,的确是冬眠丧尸,当然只要斯科特等人不把光照在这些丧尸的脸上,或者发出声音吵醒他们,就不会有危险,既然手电筒不能用,斯科特主动打头阵,用荧光棒在路上做标记,众人排成一队慢慢前进,杰克本想最后一个出发,却被钱波斯拦下让他走在前面,其实这一路上,钱波斯都在观察杰克,发现他似乎除了监视运输钱财外还有别的目的,所以钱波斯不信任杰克,但现在也不是说这个的时候,钱波斯准备 到了赌场再跟杰克好好谈谈,他在这次行动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下杰克的心里顿时有些发慌,原来他接到的任务并不是看住钱,而是要将丧尸王或者是丧尸女王的头颅拿回去,交给山北一郎和其背后的军方势力做实验,建造出一支恐怖的亡灵丧尸军团投入到战争,杰克只要成功把头颅拿回去,就能获得一亿美元的酬劳,眼看自己的真实目的就要被发现,走在前面的杰克趁钱波斯不注意,故意把地上的荧光棒扔进一旁密集的丧 想要借丧尸之手弄死他,而钱波斯一边走一边低头剪着荧光棒,等他发现不对劲时,已经走进丧尸堆里了,此刻他不敢做大动作,只能小心翼翼的往外退,但最后还是惊醒了一只丧尸,好在钱波斯反应迅速,拿刀插死了他,接着钱波斯开始用刀击杀丧尸清理出一条路,可惜还是不小心闹出动静,吵醒了周围的丧尸,为了自保,钱波斯抬起冲锋枪一顿疯狂扫射,子弹打光他又掏出手枪想要杀出床围,奈何丧尸数 太多根本杀不过来,最终命丧于此,随着枪声的响起,丧尸们全都被惊醒,紧跟着,斯科特他们就遭到了丧尸的攻击,众人赶紧掏枪射击,一路有惊无险的杀出床围,来到赌场,不过钱波斯的死让众人开始怀疑,杰克似乎有问题,因为刚才的那条路走在前面的人都没发生意外,那在最后面的人更应该平安无事才对,可大伙并没有看到实际情况,所以不能贸然下结论此时跟杰克有关,来到赌场,艾拉看着大厅里的丧尸询问胶 基塔他们是不是已经死了,胶狼却说不一定,有一次胶狼带队进来,期间一名队员被抓,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肯定活不了,但过了没几天,他居然奇迹般的跑了回来,疑问才知道,当时队员被抓进一处房间,里面还有两个人类,丧尸王是一个一个进行转化,并不是全部,所以这名队员才有机会逃出来,所以说基塔也有可能还活着,这让艾拉顿时有了别的想法,而现实的确像胶狼说的那样,基塔还活着,他跟姐妹们被关押在奥林匹斯酒店的某处房, 随后,斯科特把大伙召集起来分配任务,皮特斯和玛利亚去启动和维修直升机,斯科特和艾拉去找备用发电机开启赌场电源,迪特·范德罗和麦基去地下室开保险柜,这时,杰克自告奋勇要跟胶狼去外面巡逻警戒,斯科特见状并没有怀疑,两人出门后不久,胶狼就朝天连开两枪,把丧尸女王吸引过来,原来在路上,杰克拿钱把胶狼给收买了,等丧尸女王刚出现,杰克一发网弹射过去,将其� 王楼控制住,丧尸女王的手下见状,一声怒吼,冲上前,杰克连开竖枪,却被对方轻松躲过,亡灵丧尸一跃而起,扑倒杰克就要死咬,关键时刻,叫狼一枪命中,送亡灵丧尸归了西,接着,杰克上前割下丧尸女王的头颅,装进一个袋子里,迪特这边在通往保险柜的路上,发现地面有不少压力机关,为了能安全抵达保险柜跟前,范德罗抓来一只丧尸,想让他去汤雷,可惜没有食物在前面诱� 丧尸转头就要攻击三人,无奈之下,范德罗只好将去杀死,接着又抓来一只,不过这次他还带来一个烤熟的僵尸手,范德罗故意先放到丧尸鼻子上,看到对方有反应后,再扔到保险柜前,丧尸闻着味道走过去,触发了沿途机关,排除危险后,迪特便开始专心致志地开锁,而此时的斯科特也成功找到备用发电机给赌场恢复电力,皮特斯这边维修工作进展得也很顺利,就在这时,斯科特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了一个坏消息,总� 迫于公众的压力,决定把投放核弹的时间提前一天,以此尽快解决掉拉斯维加斯里面的丧尸,斯科特一看时间,发现距离投放核弹仅剩一个半小时,情况瞬间变得十分危急,他立马通过无线电催促大家抓紧时间,然后来到保险柜前,查看迪特的开锁情况,得知半小时内就能打开,可斯科特没注意到,艾拉已经趁机溜出赌场,前往奥林匹斯酒店寻找吉他,与此同时,听到丧尸女王惨叫声的丧尸王骑着丧尸马来到现场,看到丧� 丧尸女王的尸体后,顿时暴怒起来,他回到奥林匹斯酒店,立马指挥手下王力丧尸去赌场杀掉斯科特等人,一时间密密麻麻的王力丧尸朝着赌场飞奔而去,艾拉在途中刚好碰见这一幕,但是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去报信,而是选择躲藏起来,等王力丧尸走后,接着去奥林匹斯酒店找人,另一边,迪特终于打开保险柜,看到里面的现金,众人欣喜若狂,并且开始用袋子疯狂装钱往直升机上运,在运送途中,斯科特才发 发现艾拉不见了,顿时明白他是去奥林匹斯酒店了,斯科特随即便准备去找女儿,玛丽亚怕他一个人应付不来,选择一同前去,可万万没想到,玛丽亚刚打开地下室的电梯门,就冲出来一群王力丧尸,他首当其冲,直接命丧当场,斯科特见状迅速逃枪射击,刚解决完他们,电梯上就传来王力丧尸的撞击声,斯科特来不及过多悲伤,叫上叫狼等人撤退,谁曾想迪特和范德罗一时踩命心窍,居然还回去拿钱,最� 范德罗被王力丧尸围困在保险柜前,两人立马逃降射击,可王力丧尸的数量太多,他们根本打不过来,紧跟着头戴钢窥的丧尸王也出现在这里,迪特和范德罗急忙掉转枪口,可惜子弹根本打不透钢窥,很快枪里的子弹就打光了,丧尸王见状大手一挥,拦住继续上前的王力丧尸们,接着独自上前要跟范德罗肉搏,范德罗调整好状态迅速出击,一套组合拳下来,却被对方轻松躲过,丧 丧尸王不光移动速度惊人,而且力大无穷,范德罗根本不是对手,被丧尸王牢牢抓住,硬生生扭断了手臂,接着丧尸王就想把范德罗转化为亡灵丧尸,危机时刻迪特挺身而出,一锤子打倒丧尸王救下范德罗,然后一把将受伤严重的范德罗推进保险柜并开始关门,谁知途中,迪特被爬进来的丧尸王抓住,眼看自己已经活不了了,他用尽最后一次力气帮范德罗把保险柜的铁门关上,而斯科特几人在逃 跑途中遭遇杰克使坏,他顺着梯子爬出地下室,接着就把出口给锁死了,身后的胶囊起初有些吃惊,但很快又恢复正常,似乎早就料到杰克会来这一手,其实杰克一直在利用胶囊,他可不想把找到头颅的钱分给别人,之后杰克头也不悔的离开了,他要去杀掉皮特斯抢来直升机,可刚出门,杰克突然发现手中的袋子有些不对劲,他赶紧拉开查看,发现里面的头颅被人换成了点钞机,杰克突然想起,他在装前运输的途 曾把袋子放在胶囊的身边看管,回想起胶囊刚才的表情,他瞬间明白了一切,这时杰克的背后突然传来丧尸老虎的振振抵吼声,他刚要起身逃跑,就被丧尸老虎死死咬住,命丧当场,也算是罪有应得 与此同时,斯科特和麦基从教狼口中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并没有怪罪他,几人随即开始想办法逃离这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们找到一把大号电锯,教狼立马开始切割,斯科特和麦基则负责消灭身后追来的网林丧尸,没过一会儿,教狼便隔开出口,带着两人成功逃出地下室,接着来到赌场大厅,发现这里到处都是网林丧尸,三人迅速成战斗队形,对着网林丧尸疯狂扫射,并趁机往拖往楼顶的电梯 跑去,奈何,丧尸数量实在太多,斯科特他们根本打不过来,慌乱中麦基掉队,被网林丧尸扑倒咬伤,见此情况,麦基果断留下,掩护斯科特和教狼上了电梯,自己则在最后时刻引爆身上的炸弹,永远留在了赌场,斯科特和教狼来到天台得知,飞机还需要几分钟才能修理好,这时,丧尸王追了过来,为了给皮特斯争取时间,教狼拿出丧尸女王的头颅威胁他,丧尸王看到后果然不在上前,很快,皮特斯把飞机修好,斯科特 登上飞机大喊赶紧上来,结果教狼一分神被丧尸王抓住机会,扔出铁棍将他钉在了墙上,眼看已经无法逃生,教狼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丧尸女王的头颅扔下高楼,直接摔了个稀巴烂,皮特斯见状赶紧飞离了天台,丧尸王看着远去的飞机,眼里充满了怒火,而另一边,来到奥林匹斯酒店的艾拉经过一番搜寻,终于找到了吉他和一名幸存者大美,他带着两人赶紧往外逃去,不料在半路上突然遇到转化 成丧尸的炮灰格,大美被当场咬死,艾拉立马开枪射击,结果却因为太慌张,没能击中炮灰格的头部,反被对方死死控制住,关键时刻吉他捡起地上的枪,一枪送炮灰格彻底归了膝,不过枪声也引来了丧尸王和众多网林丧尸们,艾拉见状拉起吉他拼命往楼梯口跑去,没想到安全门却被重物堵死,正当两人不知所措之际,丧尸王扑了上来,艾拉只能开枪拼死一搏,但并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丧尸王带着 钢盔,眼看就要命悬一线,安全门突然被人从里面打开,带着艾拉和吉他就往天台跑去,这个人正是在飞机上说通皮特斯来救女儿的斯科特,之后几人坐上飞机准备逃离这里,却不想丧尸王追了上来,此时的他已经出离的愤怒,直接一跃而起跳上飞机,跟斯科特扭打在一起,飞机瞬间失去平衡,开始发生倾斜,皮特斯只能尽量操作飞机往围墙外飞去,在对战过程中,斯科特扯下了丧尸王的钢盔,准备掏枪干掉他,结 结果却被丧尸王一把将斯科特握枪的手白断,枪也掉在了一旁,幸好艾拉拿起灭火器加入战斗,给了斯科特喘息的机会,接着用另一只手去捡手枪,而丧尸王也没把艾拉放在眼里,选择继续攻击斯科特并咬伤了他,正时皮特斯驾驶飞机刚飞出围墙,一颗核弹就从几人眼前飞过,伴随着一阵惊天的爆炸声,拉斯维加斯瞬间变成一片废墟,亡灵丧尸们也全部领了盒饭,丧尸王被爆� 接送丧尸王领了盒饭,而直升机受到爆炸冲击波的影响,时空坠毁,待一切平息后,艾拉缓缓从废墟里爬起来,发现皮特斯和基塔都死了,只有父亲还活着,不过他被丧尸王咬伤已经发生变异,艾拉眼含泪水送了父亲最后一程,影片最后,在一片废墟的拉斯维加斯,范德罗居然带着一大笔钱从赌场地下室爬了出来,看着此刻外面的景象,范德罗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幸存了下来,随后他带着这些钱走出拉斯维加斯,找到了一个 小型飞机场,租了一架死人飞机,准备前往墨西哥过逍遥快活的日子,谁曾想范德罗在飞机上突然发现自己手臂上有亡灵丧尸的咬痕,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片名《火死人军团》是由扎克·施奈德指导,戴夫巴蒂斯塔闲林出演的一部科幻恐怖大片,毕竟投入了5.8亿美金,片中的特效做得的确震撼,可惜剧情上面不光没有什么新意,漏洞也有不少,而且恐怖程度实在太低,没有让人惊心动魄的感觉,着实有些失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